三個形容詞形容今年A班的同學就是 很可愛 很聽話 還有 很有情有義的 三個形容詞我會選擇 他們很有人情味 都很懂得主導老師 還有進步中 對 對 喂 嘩 嘩 嘩 你很大壓力嗎 頭髮都白了 你應該很興奮 還是這麼年輕 進來才怕 好 這裡也沒有怎樣變 知不知道 飛虎也挺詳情的 支揮桂還未借 最後 MC 她的Instant Message還在用 死性不改 我猜不到你和以前一樣 還是這麼多話說這麼八卦 不過 想起之前那些日子 之前那些日子 就真的過得幾開心 我的名字是胡幾樓 我是一個姓保羅學生 更加確切地形容我 其實我是一個識四班的學生 對 沒錯 今天我又遲到了 不過 由於我有四隻的關係 我遲到出門口十次 都還有一次是準時的 我們班什麼人都有 有班讀書人 有班扇風點火爐 還有一班是不醒不醒的 更加不可以數漏了這個毒物之霸 最後 還有一個肥佬 為什麼他不在呢 因為 他已經跑去運居醫了 雖然 我和這班人一樣 都不知道上學 究竟在做什麼 但是 我們都深信 聖保羅帶給我們的回憶 都是歡樂 和愉快的 好 好了不要吵了 今天試試吧 啊 沒有人給你 啊什麼啊 都要試試的 要剩些 好處 黑鬼發的 吧 吃飯 各位同學早晨 我們今天要談時代與知識分子的內容 我們要暗接上課程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梁啟昭的生涯 有很多不同的轉折 例如他們說佛學和宗教上 都有很大的認識 各位同學快點叫開書 不然我們就說了五線 遲些就要講SPA的東西 就很辛苦的了 各位同學加油 你們怎麼辦 對不起大家 這是我的罪 讓課程變得更糟糕 而不是你的罪 我會嘗試讓課程變得更有趣 所以 再見 大家 大家 請幫忙 請幫忙 來吧 行 行 五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 你什麼意思 五分鐘 我沒有五分鐘 這就是你自己的決定 大家 我們繼續進去 我們去醫療室 雖然我們上課經常沒有正經 又常常睡覺 和不教功課 但是現在想心一層 其實我們都感受到老師的教學熱誠 其實我們都感受到老師的教學熱誠 現在回想起 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我們每樣東西厲害 打球我們就最厲害 踢球方面 我們有個小時候因為不想練球 而放棄踢降隊的楊長軒同學 還有位 自己自稱是伊巴希莫域的伊巴希莫虎 還有高佬曹尼 當然 不少得雞腿門將黃耳樂 還有一隻陶瓷手 而我 雖然不是隊中的必然正選 但是每次上場 都交出無可超剔的表現 籃球方面 我們有MVP級數的關志恆 他有Cyrie Irving的運球技巧 LeBron James的切入 和Stephan Curry的射術 聖保羅 長青小王子 就是他了 憑著他多年的經驗 他都很成功地帶領聖保羅的籃球隊 進入另一個層次 這個就是我了 人稱Russell Laxbro 最厲害就是給LeBron James Bron James的進攻 如果還有選擇 我不會選擇去改變 而是希望可以和你們過多一次 這個美好的中學史過 多謝大家 不知他們現在怎樣呢? 不知他們現在怎樣呢? 我不用擔心 不知人 不知人 我不是只有對高朝衡 本來不知獨不知 很少 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